去年12月曾经有一只台湾黑熊在屏东排育计划下诞生了 而现在已经六个月大 小熊他如今搬到了新家台北动物园 而今天他也首度的公开亮相 要大家帮忙来取一个响亮的名字 小心 熊出没 原来只有六个月大的小小黑熊仔 第一次在动物园看到这么多人来看他有点怕生 直到熟悉的声音出现 就让小黑熊有反应 他就是负责繁殖台湾黑熊的屏东李腾镇 就是当初把这只小黑熊养大的干霸 远从屏东北上来看乳名叫鲁味的黑熊 就连李伯伯的孙子也很惊讶 怎么熊熊长这么快 不久没看到了 两个月 两个月了 两三个月了 那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越来越大 他有什么欢迎 他在家里都会挖来挖来 小名Lobby的小小黑熊仔从刚出生的250到300克到27天 已经可以张开黑溜溜的圆眼睛了 两个月走路还不是很稳 三个半月就连西瓜皮也可以立落的吐出来 小熊上树不稀奇 那小熊下树原来是倒退路 小小熊虽然有了乳名叫Lobby 不过还缺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6月18号以前动物园要全国民众创意取名 最后七月中网路票选 让大家一起爱护台湾的熊仔 中文新闻陈明洪杨一帝台北报道